是真的英文 數字的話其實也是可以拿這一段來改 然後改的方式其實也不難 你就是直接的 假設我今天是希望是數字的話 那你就可以在這邊自己在 我們先數字好了 先把那個數字的那個 然後再來就英文 英文的個數 那我們先處理什麼 處理那個數字的 取出數字的部分 那比如說我想要知道這邊的數字 有哪一些幫我取到這邊 那怎麼做 如果我今天用上個禮拜的東西 所以你用過東西記得 你就把它留下來 Ctrl C 然後直接怎麼樣 拿到這邊貼上就可以了 那貼上之後 因為它這個是針對英文的 所以你就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0123456789 OK 這樣子應該沒問題打勾一下 不能打勾 打勾的話 它只會執行一次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應該都 它也會喔 你會講說 老師有耶 可是為什麼只有一個 因為如果你假設呢 直接打勾 就是直接執行一次 一次的話就找第一個字 不對啊 你說老師他後面還有耶 所以如果你後面還有的話記得喔 你要執行陣列 所以以後看到那個 QAQB給你的公司要執行陣列 你就知道喔 陣列 就是要怎麼呢 Ctrl Shift加Enter 這樣會吧 OK 你如果不會的話 東西給你都沒辦法用耶 那麻煩了 OK 再簡單一點 你也沒辦法做到 OK 所以Ctrl Shift加Enter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差別是它會從第一個字 幫你找到最後一個字 OK 不會只有找第一個字 然後底下的話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滿 它就全部做完了 有沒有 底下的話 就每一個每一個 都幫你從頭找到尾 找到之後的 幫你留下來 幫你丟過來 OK 應該OK吧 然後再來的話呢 後面其實我們就改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數字OK 那英文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英文 英文個數 然後 那英文的話更簡單 英文的話其實就貼過來 應該OK的 所以這一段 Ctrl C 這101的吧 然後直接貼過來 所以你101的 跟103的 其實可以通 Ctrl Shift加Enter 有沒有 Excel就通通抓過來 而且它沒有區分大小寫 有沒有 因為它大寫跟小寫 它都有包含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 只要小寫 或只要大寫 你就放大寫或小寫 這樣它就會抓到大小寫的字了 OK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當然你說將來 你說老師 那我只要抓某些特定的字啊 那可不可以啊 你某些特定的字就放進去 它就抓那些特定的字了 有沒有 所以變化一下 這個其實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但是喔 接下來有個問題 你說老師 那個數怎麼辦 哇 這個麻煩了 這個是MID的啦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修改它的公式 應該還是可以修改的出來 可是問題喔 光改這個公式喔 就已經很頭痛了 所以我是建議喔 如果像這種 執行政列部分的話 我是建議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那個什麼 改成VBA 因為VBA相對的喔 看起來會比較友善 所以上個禮拜我們好像 這個數字個數部分喔 其實就我是建議啦 乾脆直接呢 把它改成這個VBA來執行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 我剛剛有講過喔 像這個TestJoy有沒有 如果呢 你用在比較舊的版本 應該不是比較舊的 你用在最新的版本可以之外 其他都不行 喔 因為我其他地方上 可是我記得是Excel的 也不是最舊喔 他2016的版本喔 2016其實也沒有很舊啦 但是也是不行 所以呢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喔 有個方法 其實也不難啦 我前面好像講過 你可以請什麼 Chall GP幫忙就OK了 所以第一個啦 你可以把那個Chall GP打開 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我把它 把這個 Chall GP打開 登錄一下好了喔 一樣用Google帳號登錄 當然你不登錄好像也可以用啊 只是好像他用起來 我是覺得 沒有那麼聰明的感覺 笨笨的 OK喔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就我剛剛講 如果呢 你用的版本 不是最新的 比如說你一執行喔 發現怎麼 緊NAN的錯 他好像錯誤是一個緊 然後錯誤訊息是NAN NAN的話就是 他看不懂這個函數的名稱 所以如果你看到緊NAN錯誤喔 那通常喔 就是你的版本 不是最新的 沒有資源 這個函數 啊其實喔 我也有試過啦 我就請Chall GP跟他講說 那可不可以喔 幫我改成用 比較舊的版本的公式 他也真的給我一個 但我一執行還是錯 還是不行 所以我覺得不如這樣好了 如果以後喔 你們遇到喔 你的版本不是最新 他給你的不能用的話 那你其實 我自己啦 我是覺得 解決方法也不難 就是你直接跟他講說 幫我 幫我將 Excel 公式 改為 或者轉為也可以啦 改為 VBA的 方選還記得吧 OK 那這個方選程式喔 你這邊可以改人家自定函數也可以啦 其實就是方選程式 因為我前面講過嘛 VBA分兩種嘛 還記得啦 OK 我們這課程講的都是 VBA一個是 方選一個是sup 那方選或者另外一個名稱 要自定函數 你可以幫我改成 VBA的自定函數 他也應該可以懂 然後後面的話呢 很簡單 你就逗點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把剛剛那個公式有沒有 就這個公式 我們看哪一個 數字好了 數字這一個 或者是英文這一個都可以 英文好了 因為我們上禮拜是用英文 把這英文有沒有 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把這個英文的 拿來貼到他後面就可以了 貼上有沒有 就這樣子 關鍵是反正很簡單嘛 幫我將有沒有 Excel公式 改為VBA的方選 那一般我們好像剛開始問問題就是 請幫我產生Excel公式 或請幫我產生VBA方選 那其實另外我們還可以換個方式 就是你幫我轉換就好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A 就會產生B跟C 這個也可以改成VBA的方選層次 來吧 方選Sup層次也可以 只是Sup我前面講過 Sup跟方選最大的不一樣是 你要告訴他輸出到哪裡 不然他不知道說你要丟哪裡 你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 你要請幫我輸出到12到19這個範圍 有沒有如果是Sup的話 方選就不用講 OK好 那還蠻單純的吧 這個是我想出來的 比較簡單的固定規則 那你可以把這個規則 建立之後 我跟你講很好用 因為你工作裡面應該會有一大堆 類似像這樣的公式 對不對 那你不想要很麻煩 每次都要想這個公式這麼攏長對不對 很簡單 你改成VBA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以後那個名稱 它就會很方 甚至你這邊還可以跟他講說 VBA的方選的名稱叫什麼 好 我們先不加好了 我們自己改也可以 然後把它送出 OK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到底懂不懂我的意思 其實我一直強調 你看開頭這一段話 大概就知道他到底懂不懂你的意思 要將這個以Sale公式轉換成VBA function 有沒有 他應該懂 VBA function 可以利用VBA 他跟你講說可以用4回圈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呢 那個政列 Ctrl-Ctrl-Ctrl 其實就等同於VBA的回圈 那回圈的話就是重複做 OK 重複做什麼 就是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 這個範圍一個一個的幫我找出來 有沒有 逐一找出來 然後檢查是不是英文 如果是英文的話 那就幫我取出來 所以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 如果你這個邏輯懂的話 我是覺得以後 你在處理事情 你就比較有觀念 最怕說你連觀念都沒有 那就雞同鴨講 那用回圈就好了 什麼叫回圈 如果他這樣回答你 那表示他真的是完全沒觀念 如果你不懂回圈的話 那你就很麻煩了 你就突發煉鋼了 那你就回圈 你自己當回圈嗎 要浪費時間而已 最後的話 底下有沒有得到正確結果 其實理論上上面 我一般習慣是上面這個對的話 下面應該也對啦 怎麼知道結果對不對 把它複製一下 驗證一下 OK好 所以喔 這個做完 你看馬上轉出來了 而且他底下有個說明 怎麼 制定函數 一樣這關鍵字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不OK 那我們再來應該會用吧 把那個 這個什麼 制定功能區 這個開發人員 這個一定要自己會開 這個我就不講 每次我們開很多次了 那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他做什麼呢 第一個我先把它縮小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就插入 模組 第三個呢 把它貼上去 那名稱叫這一個 當然你最後這個可以改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這要不OK呢 這邊有沒有 這個把它插入一個函數 那那個函數的話 因為這是制定的 所以在使用者定義裡面 有沒有 有了對不對 OK按確定 然後他問你Input Test 輸入的文字是什麼 是這個 得到結果對不對 對 好 向下填滿 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 那你說老師 那數字怎麼辦 所以喔 這個做完之後 這個名稱可以改 這個叫什麼 英文函數 英文函數 這這個用取代好了 我用邊 先選這個 然後取代一下 然後這一個名稱 記得把這個名稱 改成叫英文函數 好了 然後全部取代 幾個 兩個吧 應該沒錯了 這個跟這個 那最後當然你可以把這邊改個名稱 這邊執行應該會錯啦 所以 把這個改一下 重新再插入一個 英文函數 那名稱 這個給他 也向下填滿 有沒有 Name為什麼錯 因為喔 我那個名稱改掉了 所以他出錯 OK 好 那你說老師 數字怎麼辦 數字一樣 你就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底下 那這邊叫 數字函數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改哪裡應該看得懂 有沒有 那改哪裡應該看得懂 欸 欸 欸 這個要改 對對對 這個要改 數字 喔 欸 那這個其實 這個或這個嘛 所以這個或 或可以拿掉 有沒有 這個可以 我拿掉 那理論上應該是 A到Z的話 那是不是說 這邊把它改了什麼 0到9嗎 欸 看一下 OK 這樣會不會成功 不確定 試試看 理論上應該會成功吧 不過成功的話 再想辦法改 或者是 不OK 你再把問題丟給XLGP 我這邊是因為 欸 欸 這沒有 下下天嘛 欸 可以啊 所以 沒問題啦 OK 好啦 試一下 我把重點再 再敘述一下 不然 太多動作 我怕你們一下救不起來 欸 不多 一 我是直接把上個禮拜的 這一個公式有沒有 直接把它複製 二的話呢 就是在XLGPT 所以第二步 你要把XLGPT 自己打開 然後 幫我將 Excel公式有沒有 改為VBA的方選程式 再把那個公式貼到後方 再把這一段拿到VBA執行 這樣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吧 動作不多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 還蠻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已經是 對以前的人來說 真的是已經不得了的事情了 好吧 試一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真的以前要做到這一 把這個問題解決 哇 那真的是太困難了 對很多人來說啦 可是現在有XLGPT 哇 兩三下就解決了 而且喔 如果你不是最新版本 有別的關係 你不用跟老闆講 你這時候就直接自己來了 直接用XLGPT 就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了 就不用請老闆再花錢 去買最新版 OK 所以有時候啦 你說要花錢跟想辦法解決 最後其實都是想辦法解決 除非真的沒有辦法 才有可能另外花錢 也是一樣啊 你們家裡花錢也是一樣啊 如果有別的辦法不花錢 那盡量不要用花錢的方式解決問題吧 不然的話什麼都 什麼事情都要花錢解決 要花不好的錢 OK 試一下這個部分喔 好